侯总好 侯总好 你们好 侯总 您好 侯总 您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今天晒博出差 这个点应该去机场的路上 我不是来看他的 我就来看看你们 侯总好 侯总好 你们好 你们好 今天不是周末 大家都急急主动地来加班 大伙辛苦了啊 继续忙吧 好好好 工作吧 现在比以前有调理了不少 这个都是沈欧见上来那个同学 他们的 是吗 对了 你把他的履历拿来给我看一下 好吗 好了 不行 侯总 初遞 这是咱们公司新请的设计师 小周 侯总好 你好 哪个学校毕业的 在新大学 新大学 新大学 很好 每次来咱们上海分公司啊 我最享受的就是 坐在这儿喝上一杯茶 侯总 好 这是我同学 专门从福建带来的铁管医 好 您尝尝 谢谢 来 刘总 朱总 侯总 这位是国际贸易部新来的小颜 这位是咱们的大老板 侯总 侯总好 来这么一会儿啊 我听刘总夸了你好几次了 你的全名叫什么 我叫严小陈 颜色的颜 辅小的小 早晨的陈 你好不容易见到侯总 多说两句 你跟侯总说说 你是怎么说服卓元的 你是 福建第一中学毕业的 对 叫严小陈 你 你好 你瞎了 那辆太大了 我怎么突然 有点不舒服 那个 刘总 辛苦你给我司机打电话 他在楼下等我 朱莉啊 那送我下楼去吧 快快快 赵总 你没事吧 来 没事没事 找附近最近的医院 赵总不舒服啊 你不用 你不用管 我没事我没事 你们都忙忙吗 不用不用我送了送了 不用 出去送我就行了 打电话叫司机 在楼下等我 好了 好了 我也交代完了 刘总 刘总 侯总怎么样啊 没事 跟茶没关系 到楼下洗了口新鲜空气 好了 今天怎么都是素菜啊 这是太太要求的 那她人呢 在进行室呢 还没出来 出什么事 怎么突然去进行室了 太太回来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太太回来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好像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但她什么也没说 就直接去了进行室 好 好 猴总 你身体没事吧 没想到 我公司的破仓库 让你住得 还挺有情调 我就收拾了一下 您是来找我的吗 难道不是你一个人 你是住在这儿吗 沈侯也住这儿吗 她就偶尔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啊 比我们那一代人 真是开放多呢 不过这是你的私事 您要不下来坐会儿 我给您倒杯水 不用忙了 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跟你 好好地聊天 好 你就是那个女孩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连累到你了 我知道 你在学校是高材生 课门功课都很优秀 而且也拿了好几年的奖学金 实在是对不住 没事 反正事情也已经都过去了 我跟沈侯之间 也不存在谁牵连谁 对了我听说 你在公司做得也不错 很能干 是个好姑娘 可是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 我不能同意 你跟我儿子在一起 您能告诉我您是 什么理由反对我俩在一起 她去销售部跑业务 喝得明丁大醉 这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怎么看呢 我 我特别心疼她 但是 她在努力 她想要变得更好 想要成为更优秀的 我谢谢你的心痛 在你看来 这是一个销售业务员的 必经之路对吧 可对沈侯来说 就不一样 她不需要经历这些 来证明自己 来改变自己 她是一个天生的管理人才 她这么做 就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 作践自己 当然了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呢 也无可厚非 因为你生长的环境 和你经历的一切 你的认知受到了局限 可是她不一样 她做任何事情 必须站得更高 看得更圆 我会努力追上她的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你妈妈的事情 你跟她讲过吗 沈侯知道吗 让我换个方式问你吧 我就想知道 你是笃定了将来 想跟我儿子结婚的吗 我是 不要急于回答我 我跟你讲讲我的看法吧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和结婚 那是完全的两回事 我不反对我儿子 多谈起场恋爱 在这个恋爱过程中 他更知道自己 什么人更适合 可如果谈到婚姻 那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 要走到一块儿 注定的是不幸的 你们会非常痛苦的 我是过来人 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我也回答了你的问题吧 是这样 如果我的建议呢 你能够接受 以你的能力 我一定能够在 非常好的一个企业 帮你找到既轻松 又高薪的工作 你会比别人呢 少奋斗三四年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我不愿意接受呢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叫 使食物者为俊杰 如果你执意走下去的话 我们深思集团 我们深思集团 是不会留你的 你想想啊 你别人代考 多了学位 又因为谈恋爱 丢了工作 你的人生 一切要从零开始 你妈妈怎么办 你妈妈怎么办 这些问题你想过吗 好了 该说的呢 我也都说了 好像不该说的 我也说了 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 和难处 好好消化一下我跟你说的吧 好好消化一下我跟你说的吧 如果你想明白了 其实打电话给你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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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Branch Aires 是 而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晓晓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是说好了 不会再不接我电话了 我刚才一直在洗澡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洗澡 我刚回来 今天放假啊 你去哪儿了 公司临时有点事 把我就要回去加班了 你不会还没吃饭吧 我吃了 那就好 工作是工作 永远不能为了工作 把身体给耽误了 身体第一 你照顾好自家 嗯 拜拜 拜拜 我要你想个办法 让严小诚离开公司 好的 郝总 好 你的这些单据 里面有弄虚作假 你要知道 因为弄虚作假 弃文公司被开除的话 想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就很难了 所以你要清楚 我清楚 这种诬陷的事情 我明白 诬陷你说话注意点 本来公司是可以大事化小的 对不起 朱总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承认 这是我的辞职信 还有这一堆 是你布置给我的任务 我全部完成了 也麻烦您帮我转高侯总 也麻烦您帮我转高侯总 是我主动提出辞职的 他开出的所有条件 我都不需要 谢谢您 我来 起来 有许可 你 在这一堂 也要你在这边 也要走 但是不咱们 有此最绘管 小姐 不好意思 1207没有人接电话 应该不在 您看要不要先跟朋友 确认一下时间 或者是在大堂先休息一下 稍等一下 在干什么 刚吃完饭 在酒店附近的湖边散步 虽然住在湖边 可白天要陪客人 压根没时间看风景 对了 你到底要给我寄什么呀 我能先把行李 寄存在这儿一下吗 没问题 您在这儿签个字 然后留一下手机号 帮这位小姐寄存下行李 好了 请问湖边得走一走吗 这条路走到底 左拐然后右拐 穿过餐厅就是了 好 谢谢 客气 晓晓 现在太阳落到湖面上了 好美啊 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的话 我就能可以跟你一块分享 小小晓晕雪 小晓晕雪 洋装无意从回忆口袋 淘汰逃出了想念 一如初见 青春的一语淡言 都值得我深陷 永远的眼泪滴达天 对了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到底要寄什么东西给我 寄我呀 惊喜 依然没变 小小太阳 小小云雪 洋装无意从回忆口袋 淘汰逃出的想念 年红一如初见 青春的一语淡言 看什么 我在看 我这一生中 最美的景色 对了 似之间出过遥远星空那边 让阳望 几度更厌 爱有喜悦 也有奉献 星辰大海 快揣深渊 追着光亮每次凑白 给我一起镇颜 在深渺 暖暖时光难免 暖暖时光难免 会夹藏一些红片 看着自皆 冒逼我aime的眼 爱上行走过黑夜 有明天 进 进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啊 还是一张床 刘叔给我订的 他本来给我订了一套房 我说用不着 太浪费了 所以其他同学什么标准 我就什么标准 那不应该是标准间吗 标准间不是两张床吗 那也浪费了一张啊 而且 你不来了吗 这张床正好要给我们两个睡 我现在混着日丑啊 我去洗个澡 这居然没有窗帘啊 对啊 没有窗帘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那我怎么洗澡 对啊 就这么洗呗 不行 我拿浴巾挡一挡 但是 你看 可是这挂不上去啊 挂不上去怎么办 你垢子高 你给我挂在那儿去 帮我挡着 没用 你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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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怎么了 快走开 怎么了 走开 走开 好呀 电光玻璃 我说怎么能没有窗帘呢 这下失望了吧 我这你才失望才对 这会儿没看过 你给我出去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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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出去 把门给我带上 来 喂 姜哥 小晨啊 赵总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临时空出来时间 可以和咱们见一面 就在楼下二楼那个茶餐厅 那你现在下来一下 行的 是啊 现在啊 怎么 不太方便吗 不不不不 行行行 当然没问题 我我 我马上下来 是 感谢观看 早安晓晓 早安 一睁一眼就看到我这么帅的脸 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啊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我的员工 我很幸福 我的老板 你几天起来的 六点多吧 那你几点回来的 一两点 你几不是都没怎么睡啊 我 因为今天行程有变 我提前起来安排了一下 你去见客户 不得穿正装吗 谁说我要去见客户啊 我昨天嫁了班 我让姜哥给我放了个价 不 我跟姜部长请了个价 我今天只属于你 你严小姐啊 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户 好 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一天 快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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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这太漂亮了吧 这是你自己一个人问的吗 烦恼人了 让我起那么早 好看吗 好看啊 还有这个 这什么 这个 这 这要怎么弄 这个叫爱情锁 要把两个锁头锁在一块 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会分开 那挂在哪儿啊 锁在这儿 来一起 一 二 三 这就叫 所爱一生 那我们还要写点什么吗 有这个 来来来来 我早就准备好了 好嘞 来 写 我想想啊 怎么不停啊 聚载啊这是 投诉他 这排号多少 没看 再等等吧 干嘛呢 快来啊 去不去维多利亚 不去不去 她不去啊 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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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啊 去不去维多利亚 来 口边 打不到车啊 没事 对面有没有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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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维多利亚 有点远啊 没关系的 走了 走走走 不 师傅 绕路吧你 没有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 很远的 你当我傻啊 师傅 可便停车 在这儿停车啊 我让你停就停 可便停车 好好好 停你停 还没给钱呢 一百一二八 钱是吧 给你啊 就给你一百 不用找了 你 还不走啊 你再不走 行不行我打投诉电话 绕来绕去 你气死我吧你 晓晓 咱们走 这怎么搞的 刚才下车的时候 着急给滑了 都怪我 早上不下车了 没事 没事 来 我背你 走吧 你放我下来吧 怎么了 走了一路走累了 放我下来休息休息 没事我不累 快点快点 放我下来 那好吧 那就在这儿歇会儿 你慢点啊 慢点慢点 没事 坐这儿 我看看 没事了 没事啊 没事 晓晓 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 特别浪漫 特别有意义的一天 没想到 弄得这么狼狈 一点都不狼狈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在哪儿都好 怎么了 你等我下来 你等我下来 你找什么呀 不对啊 怎么了 行了 晓晓 我本来 想今天送你个东西的 但是 当我把那个小个猎弄丢了 怎么在你这儿啊 下车的时候掉的 然后我就捡到了 你要喂我吃啊 你要喂我吃啊 晓晓 如果是戒指 我上周就买了 一直偷偷藏在身上 我一直想 找一个最浪漫 最适合的时候 把它给你 我想 就是现在了 晓晓 你是我这一生 认定想要的那个人 晓晓 嫁给我吧 我想一直陪伴你 照顾你 保护你 如果你妈妈不同意 怎么办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我妈她又没见过你 你怎么知道她会不同意呢 我说如果了 你听着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想嫁的人是我 不是我妈 懂了吗 而且 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 任何人 连小晨 嫁给我妈 我爱你 做得很甜 我没有吃 我自己再来 嘴唇 很感到 你 和我